大家好,我是宝妹 欢迎来到我的宝妹写真馆 之前就是那种 自理一下 北京,上海,杭州 广州,深圳,大理 就到处这样子穿梭 后来就慢慢的 很想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就很多 因为好像随着空间的转移 会把我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东西都给 就从无 从有就变成无了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沉淀 挺好的 这是我的厨房 厨房 但是几乎不会烧菜 就只有一个这种什么 就叫砂锅 就是煮小米粥 然后煎着鸡蛋啊 什么的 就差不多了 然后 差不多有什么 有酒啊 有朋友过来可以喝酒 那种 还有一些 随便吧 就 一种乱七八糟的 厨房 什么的 然后的 这个是我的厕所啦 厕所 这个 绿脸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 工作室 写真馆 有时候我会有课片要拍也会叫妹子过来 就直接在我这里拍 或者是有什么咨询啊 分享什么的 因为这个是沙发床 就人朋友来这里参观什么的 我会把它换成那个沙发就可以了 照片墙 有一些是旅行出去拍的这些人文片 然后有一些是身边的朋友 还有一些是一些给姑娘拍的课评 姑娘课评 我喜欢黑白的 彩色也喜欢 我的桌子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为了庆祝我自己 开始了上海的独居生活 送给我的 是定制的桌子 还有打印机 照片打印机 我特别喜欢 照片打印出来 纸的感觉 这算是我之前没有家的时候 的一个梦想吧 就自己打印出来 这张 有点像鬼片 在我家拍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 胶片的扫描仪 对 现在都可怜人 还有一些胶片相机 冰德六七和哈苏 其实我不会画画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拍照啊 但是我对颜色特别喜欢 所以我就拿自己拍的照片 就不会画嘛 就拿自己拍的照片 然后在自己拍的照片打印出来 加一些颜色 加一些颜料 涂色 地方都是这样子 然后这就是我的阳台了 特别舒服 但是我辞职以后 就买有一点 收入就买了那个 微当 奥林巴斯 一个小微当 那时候买的微当 主要是因为要出去玩 旅行 拍照嘛 嗯 所以我就在那个 潜伏在韩州 一直在青年旅社里面 其实那时候我是 其实那段 那两个月特别的 挺痛苦的 因为你没有收入来源 然后 你已经毕业一年了 没有收入来源 然后 其他的朋友 又正在那个 事业的进展阶段 那时候你 对吧 然后爸妈妈又会问你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就 哎呀 你这丫头在外面 也不回来 其实那时候 就是在别人看来 可能 哇好休闲啊 你自己整天发朋友圈 晒个风景啊 怎么样 又又和朋友玩了 怎么样 那其实你这个内心 就很挣扎 就特别痛苦 就是你会 就会问自己 哎呀我这样子 还难多久 就不知道 好心得好慌 就很慌 其实这个就是 因为你 一直 又在寻找自己的东西 但是呢 又 又没有一些资金去支持你 但是我觉得我 可以 就是我觉得我一定 就是我觉得 这个 就是这个阶段 是要熬的 这个阶段 他会不会有点好 这就是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阶段